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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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各位同學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樣 完全搞不懂這一齣戲到底在演什麼東西 後面的親到底在親什麼啊 為什麼王安峰前面 感覺很生氣的感覺究竟是為什麼呢 讓我們來聽聽立文老師講解吧 嗨大家好 我是立文老師 今天是LS的新系列 四說新語集 那我們今天選的第一篇 是從禍逆篇選出來的 禍逆的部分呢 是指說人有一些欲舉或者是自私的行為 那我們今天選的叫做親親愛親的部分 剛剛的我們從安峰庫 衝出來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講了一句話叫做親 親呢在古時候的時候 是丈夫稱妻子的稱呼 也就是說女生是不能這樣稱丈夫的 也因此我們可以從安峰的下一句話判斷出來 婦人情緒 與裡為不盡 後悟婦耳 哦 剛剛的安峰先生講啊 婦人情緒 與裡為不盡 後悟婦耳 他已經警告他太太了 他說你叫我親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為 所以叫他以後不要繼續這樣做了 這個時候呢 安峰太太會非常有思維的講了下面這麼一段話 親親愛親 是以親親 我不親親 誰當親親 從安峰父呢剛剛講出來的親親愛親 是以親親 這一段話我們來解析一下哦 安峰父第一句講了親親愛親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動作 他呢親親愛親 這邊兩個相同的親字請注意他是名詞 都是代稱安峰這個人 好第二句的部分呢是以親親 這邊有兩個相同的親同學請注意一下這兩個字的用法 他說呢因為我愛你親近你所以我才要以親這個字來稱你 所以這兩個親第一個親的部分呢 是動詞以親這個字來稱你 第二個親呢是代稱安峰 那麼接下來的部分呢 我不親親 寫張親親 其實兩個親親的用法呢 都是同上面那一句哦 都是先動詞再名詞 就是本文的重點 一定要記得 第一個親是動詞以親這個字來稱呼 晚安峰 那第二個親是晚安峰 這個人的代詞叫做你的部分 所以是先動詞再名詞 那這樣就到這邊結束囉 掰掰